台湾羽球世界球后戴智颖 2019年第一场比赛就展现了压倒性的实力 他在马来西亚大师赛 首轮只打了23分钟 就以21比9 21比11 击败了香港选手张晏怡 对 另外没有参赛的台湾男单 一个周天成呢 今天是在国内出席了公益活动 他分享自己是如何度过低潮 成为世界顶尖选手的心得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Tai Zhuying 台湾世界球后戴智颖 2019年第一场比赛 选择参加马来西亚大师赛 首轮面对香港选手张晏怡 而球后就是球后 一个多月没有比赛 身手依旧了得 赛前生涯对战七胜零败 戴智颖不打算让对手开胡 首局21比9轻松拿下 还让对手达到垂头丧气 在局末点出现夸张的急球出界 第二局的比赛依旧由小戴掌握主动权 最终只花了23分钟 就以21比9 21比11轻松迎球晋级下一轮 去年戴智颖曲亚军按照千表八强赛 可能会遭遇速敌伊瑟农 将会是目标冠军的首要挑战 另外台湾男单一哥周天成 本周留在国内调整状态 他抽空出席公益活动 跟现场小朋友分享 面对失败时要用正面心态 才能让自己更加茁壮 周天成今年目标将会放在 从5月开始列入奥运积分的重点赛事 在为台湾拿下代表权后 下一个任务就是全力备战 2020年的东京奥运 明镜新闻综合报导